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面对着自2011年以来 风险最高的债务危机 如果不能够在现实内 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 美国将可能会陷入螺旋式的经济衰退 中国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出PMI已经出炉了 时隔3个月重回扩张区间 PMI大幅地反弹 内需持续过大 也不断推动了经济 陷助回暖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为您重点的关注和分析 首先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 美国的债务危机 目前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了 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已经是迫在眉睫 财长耶伦就已经警告说 如果说国会无法尽快达成共识 一旦债务违约很可能就会演变成 为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不断扩大的债务问题 已经演变为洪水般的危机 向美国政府席卷而来 就在本月19号 美国政府债务达到 31.38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 财政部长耶伦 当天在致国会的信中表示 财政部会采取特别措施 以避免联邦政府发生债务违约 当中包括暂停注资 公务员退休金和残疾人保障基金 以及邮政系统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 耶伦强调 如果国会不尽快通过 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 联邦政府未来数月的收支情况 将遭遇挑战 而美国也可能面临螺旋式的经济衰退 而国会两党在应对方案上 也存在分歧 白宫和民主党人希望迅速提高债务上限 而共和党人则希望在此之前 先行削减开支 为了处理僵局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周三 与众议院新任议长 共和党人麦卡锡在白宫进行会谈 自1917年美国颁布债务上限以来 债务触顶的危机已经不断重复 自1960年开始发生了 共78次相同的事件 最终或是限制开支或是提高上限 而当再次违反新的限制时 美国政府的负债问题 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測算 由于通胀和加息的双重影响 2022财年至2031财年的十年间 美国债务将增加 约2.5万亿美元的还债成本 而多家华尔街投行也在日前警告称 美国政府正在走向2011年以来 风险最高的债务危机 国会两党日益激烈的对抗 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将很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动荡 甚至是经济的严重滑坡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金公司研究部 董事总经理刘刚先生 一会儿来探讨分析 刘先生 新春快乐 主持人好 新年好 刘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是已经 不是第一次面临这个债务危机了 但这一次却是2011年以来 风险最高的一次债务危机 那我们都说 美国不是第一次面对债务危机 也不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债务危机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债务危机 就变得如此的严峻呢 这一次美国面临的债务危机 确实受到市场广泛的关注 我们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 确实也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而且增长压力的增加 导致市场波动增加 在这样一个大概率走向增长放缓 甚至衰退的背景下 市场比较担心这一次的债务危机 有可能叠加会对于增长产生更大的压力 第二点也是和美国当前的政治格局有关 我们看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确实整体的局面 不管是两党还是共和党内部 形成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 都会使得这一次解决 在政治上面临更多的挑战 或者说更多的胶着的局面 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 使得市场比较担心 要知道上一次2011年面临同样的债务危机的时候 其实当时美国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压力 同时也面临一样的分裂国会的局面 所以这是当前市场对此比较关注的原因 不过我想重申一点就是 债务上限本身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律的问题 只要国会上调这样一个上限 就是能够得到解决 但现在恰恰的问题就恰恰在于此 好 那刘先生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和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在2月1号举行一个会谈 刚刚我们短评当中特别提到了 就是来讨论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问题 那市场对于这次的会谈 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为什么说美国国会两党 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 一直都无法达成一致呢 市场对于这次会晤的预期 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我们其实也是倾向于这一看法 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现在距离财政部预估的 真正美国面临违约的风险 其实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换句话说 没有到一个火烧眉毛 比较急迫的 比较紧张的这么一个局面 第二点呢 就是在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上 其实两党一直存在一定的分歧 包括共和党内部 现在我们通过这次议长的选举 也能看到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也是存在分歧 债务上限我刚才提到 其实它本身并不难解决 而且也应该解决 因为债务上限所涉及到的支出 都是已经发生的 债务的偿付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呢 关键是两党在于未来 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分歧上 比较大 往往会把债务上限 作为一个谈判 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那么两党在关于财政支出 哪些需要削减 是不是要增加支出上 都是存在分歧的 这也是导致啊 每一次遇到债务上限的问题上 往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歧 往往都会出现比较长时间的 拖沓的这么一个情形的 主要的原因 那刘先生您已经特别提到了 其实本身债务问题的上限问题 并不是一个特别明 或者说复杂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来看 这种僵局还能僵持不下呢 那这种僵局能不能缓解得了 那如何来评估美国政府 当前的这个财政状况 还有对于经济表现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觉得最终的结果上啊 因为和政府关门 经常发生的政府关门 同时影响又不大的 这种情形不同 债务上限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最终解决不了 那面临的局面呢 就是美国政府 要面临债务的违约 所以呢我们基本的判断 最终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因为两党都没有办法承受 承担美国最终走向违约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 或者说所谓这个风险之重 但是呢这个过程 正如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情形一样 它可能会出现波折 甚至可能呢到了最后一刻 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形 所以我把它概括成 叫做有惊无险 最终可以解决 因为太重要了 但这个过程会比较波折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市场呢可能会对此发生反应 市场呢也会担心 这中间出现的波折 那么对于经济的影响上 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增长本来就存在压力 同时衰退的压力呢 也会逐渐的显现 尤其是在二季度 那债务上限的一个约束 尤其是两党在于未来财政支出 可能会迫使大家最终要解决的过程中 导致要大幅的减少财政支出 就像2011年奥巴马政府 当时对共和党的国会 做出巨大的财政简直的让步一样 这一块呢就会对于增长的压力 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反过来可能也有一定的好处 就是在于对于通胀的影响上 因为我们知道通胀的影响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财政刺激力度过大 那适度的减少呢 是有助于缓解这部分压力的 嗯 其实就像刘胜特别提到了 现在美国债问题的争论 始终僵持不下 而通胀和加息等问题的影响 还依然让投资者们望而却步 那接下来资本市场又会向何处发展 美国的经济又将何去何从呢 下一节我们将继续 和刘刚先生一会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采经透视》 对于美国这次面临的 似乎非常高风险的债务 在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我们将继续和中级公司研究部 董事总经理刘刚先生也过来探讨 刘先生您看 其实在刚刚短评当中 我们已经特别看到了 就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已经说了 现在美国财政部的这个cash buffer 基本上能到6月份为止 也就是说还能有几个月的时间 可以花这钱 但之前市场上预期 差不多是能到9月份 现在已经变短了 那我们面对无不外乎 就是两个结果嘛 一个就是6月份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这个会对资本市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一个情况 那就是6月份解决不了 还在僵持 那这又会对资本市场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基准的预期啊 就是这个问题呢 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解决 当然这个过程呢 就像您说的 可能会出现波折 可能会到了最后一刻 可能会出现一些 让市场比较担心的 有惊无险的过程 那如果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呢 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临近最终的截止日期的时候 市场可能会诱发一些担心 尤其是叠加我们说的判断 在二季度美国增长 本身的压力 甚至衰退的压力 在增大的过程中 造成一定的扰动或者波动 都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情形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市场呢可能的反应呢 也会受到一些 其他因素的这个扰动 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 当时呢 虽然最终也是有惊无险的解决了 但是标普公司 当时下调了美国主权评级 这个呢 对于市场的冲击 情绪额外叠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们当时看到了短期美股市场出现了回调 长债呢 因为避险的情绪 反而是受到了追捧 但是短债 因为市场投资者担心 可能有违约的风险 有一定的上冲和抛售的风险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都可能跟随着后续 美国债务上限最终解决的这个路径 出现一些影响和变化 这个呢是我们觉得可能会值得关注的 这样一个潜在的这个波折或者风险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基于我们刚才讲到的 最终能够得到解决 但是是有惊无险的这样一个判断 不至于我们改变中期 我们对于美股预扬或需先议的 这么一个整体的看法 短期有一些波折 但是美国的债务上限最终解决的 这样一个结果 并不一定或者说 甚至不一定是对美股是个坏事 因为它可以有助于解决一部分的通胀问题 那其实说到通胀 我们现在来看 从去年年底开始 美国这个通胀开始 逐渐出现了一个掉头降温的现象 那美联储加息放缓的背景 这也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市场的一个比较认同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您觉得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呢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四的这个凌晨 美联储最新的这个议席结果呢 也就要出炉了 您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关于美国通胀呢 拐点的回落和美国联储加息的放缓 确实是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 这也是去年十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全球的风险资产大涨的 一个最主要的前提 但这个呢 市场也已经知道了 或者换句话说 市场已经交易这个信息了 那关于美国的增长呢 虽然上周公布的 美国四季度GDP超预期的 但这个并不能太多说明未来的情形 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过去史 更多的说明之前大家担心呢 美国很快就是进入衰退的这个风险 并没有出现 但它并不能说明 接下来美国增长没有压力 所以我们对于美国增长这块呢 有三个判断 第一 方向上大概率走向衰退 第二 时间点上是在二季度 这个结合刚才我们谈到的债务上限 值得关注这样一个时间点 第三点呢 程度上我们自己判断的 可能幅度并没有很大 所以关于这一点上呢 我们觉得在增长上 可能大方向还是这样的 至于这一次周四美联储的一期会议 在我刚才谈到的增长和通胀放缓的背景下 其实市场已经开始交易这个东西了 美债3.5 美元持续的回落 我们要想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市场充分的知道 加息25个基点的情形下 在这样一个位置 在市场已经进入预期 年底要降息两次的情形下 有多大的程度上这一次的会议 即便美联储已经认可市场交易的 未来的方向 在这个时间点上 市场能够从美联储那边 获得更加隔开的信号 那如果不能 它的上行和下行的风险 其实并不完全匹配的 这个是我们想提示 大家重点关注 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的一点 那刘先生 从您的分析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现在来看市场 对于美国经济走向一个温和衰退的 这样一个概率 会大大的增加 那但是市场 会不会能够接受 这样一个温和衰退的 这样一个结果呢 还是说一如既往的希望 尽量不要出现衰退 可能会是更好的这样一个选择呢 我觉得现在市场呢 基本记录了一个美国增长 还是有一定压力 但是呢 预期强跑 强跑在哪呢 强跑在美联储 可能会更快的出现在 分母端支撑的这样一个预期 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在这个位置上呢 美债利率或者美元 已经强跑过来 甚至支撑了最近 美股纳斯达克的表现 其实都是在交易分母端的逻辑 我们倒并不是否认 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因为大的方向 我们对于通胀的预测 甚至比现在市场预期 还要乐观一点 但是我还是想重申 我们一直的观点 在不同的水平上 美联储只能做不同的事情 现在金融条件 已经被市场自发交易的 进入到一个很宽松的状态 所以即便是美联储 认可市场这个方向 但也很难在这个位置上 助推一把 所以预期强跑了 虽然大方向是这个方向 我们也要关注 它可能带来的扰动 那折射到美股市场上 预扬先易 主要的含义 这个易的过程 就是在于二季度 在于盈利的压力 而且即便是我们想要预期 在分母端 美联储有一定支撑 那它的代价 或者说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增长有压力 市场有波动 那么这样一个前提 也就造成了 可能以这个为一定的成本 才能最终兑现 在分母端的一个支撑 只不过我们相比市场上的观点 可能相对乐观一点的 就是觉得这个回调的幅度 并不一定很大 同时呢 在最终能够解决通胀问题的前提下 美股能够得到修复 嗯 这是美股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我们怎么来看 接下来中概股 或者说港股凝聚的接下来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或者是明显的行情呢 嗯 相比美股增长的周期 还在往下 同时呢 还在预期后续 美国的通胀啊 包括美联储的政策 能不能比较像大家预期的 乐观预期的大幅回落不同呢 其实中概股和港股 从去年11月份以来的反弹 当然也有美联储这边通胀 见顶 然后美联储加息放缓的支撑 但更重要的因素呢 是对于中国增长修复的这样一个预期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PMI的数据 还是春节期间高频的数据 都是如此 我们对于港股和中概股呢 整体修复的判断 方向还是积极的 但是要分三个台阶来做 分三个步骤来做 第一步呢 就是修复风险偏好 那这个呢 在去年11月份的反弹 已经基本完成了 第二步呢 就是估值的修复 这个还是可以得益于美联储 在一季度通胀回落的这个预期下 继续做一波 但是呢 现在目前走到这个位置呢 可能也修复了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 必然会市场进入一个波折 或者说分化的过程 那么第三个台阶 也是对于市场支撑更大 打开更多空间的一个台阶 在二季度之后 我们要看中国增长 实际的在盈利上面 在增长预期上的一个兑现 如果能够兑现 那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高一线 可以打开更大的空间 也就可以复制更强的一个 类似于2017年指数的涨幅 如果整体的增长呢 并没有很强 那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一个 整体指数持平 但结构上偏优的 这么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更多类似于2019年 嗯 好 今天特别感谢刘刚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接下来 我们再和大家一块 把视线转向中国 今天出炉的内地1月份 PMI数据呢 集体重回了扩张区间 在下一节 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快乐大家来关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31号 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1月份制造业的PMI 非制造业PMI 还有综合PMI指数 分别为50.1 54.4和52.9 全部上升来到了扩张区间 这显示了内地经济的景气水平 明显回升 随着内地疫情防控调整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1月份制造业PMI升至50.1% 较上月提高3.1个百分点 重回扩张区间 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较快回升 其中新订单指数较上月 大幅提升7个百分点至50.9% 但其他指数仍然处在 融库线以下 尽管这个抬升的势头很明确 但是它目前整个这个指标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区间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PMI当中 大部分指数都还在融库线以下的主要原因 这也要求我们要把握住 这样一个回升向好的态势 抓紧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把这个回升的基础了尽快的夯实 另外非制造业PMI为54.4% 比上月大幅上升12.8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 其中服务业PMI为54% 结束连续6个月的回落走势 尤其是铁路 航空 邮政等行业 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 另外此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零售 住宿 餐饮等行业指数 均高于上月24个百分点 也重返扩张区间 表明居民消费预约明显增强 总体来看 一月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 还有最后的综合PMI指数是52.9% 这三个指数都是比上月大幅提升 而且都是重回扩张区间了 那您认为一季度整体经济修复的速度 是不是也会有所加快 我想由于这个疫情给各类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 可能比预期要明显的减少 这样的话就支持一季度 我们各个行业的这个经济活动 它就会比较快的出现一个恢复的态势 今年一季度原来比较谨慎的预期 可能在这个实际的经济活动当中会有所修改 凤凰卫视 你想问刘家昊 北京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也表示 在农历新年期间和内地有关部门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进展积极以及正面 有信心将很快和内地恢复全面通关 只是目前还需要敲定细节 期望很快有好消息公布 我觉得很清楚的 我希望是尽快全面和内地通关 也相信时间是会快的 我希望早日向大家宣布 原则上大家都是有议员的 只是执行细节方面 我们要讨论一下 而且我们希望取消核酸检测的同时 也都是和国际接轨的措施 都是全面开通的 即是说香港真真正正就是会 全面復常了 那么目前在香港的防疫限制当中 仅仅只剩下了口罩令 李家超也表示要等到冬季流感高峰期 才会考虑是否要取消 同时李家超提出 将考虑取消海外来港的限制 包括取消访客疫苗接种要求 以及来港之前的快策要求等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轻微上调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来到2.9% 其中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更是上调到5.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二发布 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由去年10月时估计的2.7% 轻微上调到2.9% 但仍然比去年3.4%的增速 放缓0.5个百分点 IMF指出 美国和欧洲需求出现惊人的韧性 加上能源成本缓解 以及中国放宽防疫限制 经济重新开放 都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警告 全球经济仍然很容易陷入衰退 IMF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由4.4%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到5.2% 但明年的预测则维持在4.5%不变 至于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则是放缓到3% 是40多年以来首次地域全球平均水平 IMF也分别上调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测 到1.4%和0.7% 但同时将两地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0.2个百分点 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的首席执行官 周寿兹已经同意在3月份 到美国国会作证 周寿兹将会在3月23号 赴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 即将是TikTok首席执行官 首次在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作证 那么TikTok已经声明表示 没有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分享给第三方 也希望借着听证会的机会 化解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 那么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经营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 东方乐园公司周一宣布 将从4月1号起 上调包括兼职员工在内的所有员工工资 平均涨幅约7% 这是6年来 公司首次为所有员工统一加薪 调整之后 新入职员工的起薪将增至23.8万日元 兼职员工的时薪则将上调80日元 韩国信贷金融协会数据显示 去年韩国信用卡审批额按年增长12.3% 达到1.97万亿韩元 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此外 包括信用卡 借记卡和预付卡的银行卡 总审批量也大幅增至256.91张 按年增长9.9% 分析指出 韩国社交距离解除后 报复性消费抬头 尤其是住宿餐饮等相关行业的消费量明显增长 Hoạt động xuất nhập khẩu hàng hóa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赛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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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